接着下来第二场 第二场是四班千二 今次有两组 先看状态指数表 三六八我觉得状态都可以 配备转变都挺多 二号高明尽障 除了半掩防沙眼罩 重戴眼罩 至于口含铁方面 除了防邪宝必重戴环形口含铁 至于七号的好玩奇兵 初切榜利 初用环形口含铁 胜利之王亦是初戴相干形口含铁 因为翅膀有点痕 环形口含铁除了 十个飞来径 初戴靠叉被沽除榜利 十一飞跃海船 除了开防眼罩 重戴全眼罩跑 先看这只红酒之寶 我觉得这只落斑 亦充满恶气的红酒之寶 它不需要很健康 只要保持之前三斑的水准 落到这一组已经够用 看看高明尽象 今次换全眼罩 基本上我觉得一只马 没有什么变化 你说跟一号一样 大家都赚了个钢班形势 我觉得是这样的 看看这只善传香港 在后面那只 前面那只刀柏名区 近日拍跳有起色 之前很沉 但这只善传香港 我觉得今年的表现 都有些失望 跑落不是特别很厉害 还有我觉得它是一只腾空时间比较久的马 它是否真的还跑谷草千亿 我觉得可以慢慢再试试其他 这只马日后仍然有发展 好像落脚越来越慢 这只木火同名这货单跳 因为它星期五早就拍了货 但那货拍跳跟它之前都差不多了 是否今年这只马有点退步 七岁马 再看看卓乐人生 又是中下、中下 场地一定要留意 有时有些马試跳的场地 都可能未必交到正常的水准 但现在又是 好像都半堆堆 都不知道怎样算 是否特别带进步 我也不觉得 接着看看这些课试集 都是近日一些湿重场地的集 中档橙衣 天外惊天 埋难就是组红帽的永眼光 永眼光较早前翻过虫化 这组集就变尾 试试 捐了耐难道 看嘉莉也有给了 给两步 反而那只天外惊天 他的扣女就没有动手 一路全程就跟马尾 这样按着回来 这只永眼光虽然他今季赢过 但他是一些健康出事的马 所以有些隐忧 好了 再看看他的试跳 马回一回 翻虫化也好 赢就赢过 也是曾经会赢的马 他还赢了两辈子 演出是很反复的 好玩奇兵 应该有很多朋友会盯着 我建议大家 你想看这些马跳 其实他拍马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马是有点行的 他自己一只跳就好些 但几个试集 我觉得他仍然有点自乱 好 接着是《胜利之王》 我只是看到以前的工具 在苏惟延都多了 现在我一望上 我都换了人粗 很难搞的 我认为马尾神粗 真的 这只都难搞的 古浪顺风 因为他是一些严重内闪的马 很多骑士都跑得不太好 所以不断搞 因为马也有点退 都是近将观感 飞来劲 二套靠叉被枯 翻步又回得高 也不像一只那么短的马 也吻合到賀賢这些作风 未够 落脚慢 那便跑短 好 这一对马拍跳 看看一只外面飞跃海船 今次又作出一些配备转变 这些都是伟达的作风 有些僵口不好 情绪差一点 他经常都会加加减减配备 再看看童话 童话常季 就有些健康出现问题 今季都试过 那些粗练有些不正常 缺过阿火 都是初起 这只童话是今季初出的 来到第二场 四班千二迷 就这样看这场初步 看下去 我觉得没有快马 所以我选择一号的红酒之堡 落斑驳他减十磅中逆离 施加三百前面 已经叫虎了 因为你看看他 其实红酒之堡炮一千 他就不够快 千二他可以轻松带得到头 那你看看除了他之外 落斑的高明进仗 OK了 他都可能会近 那你其他的马不是很特别 木火同名今年一再拨下去 都不是很叻的 鼓朗顺风又是退步 甚至除了好玩奇兵 是很厉害的 杀了这群马 这样就另计 如果不是一 我觉得就非常硬正 这些红酒之堡 我建议大家 可以留意10号 那只飞来劲的表现 因为这只马近期在贺盐 他在内圈量 用了一些橡筋 固着 你看看这些马出来跑 效果会如何 因为试试新东西 看看他的成绩会如何 慢慢留意 我自己概括的范围第二场是12都摆下去了 126791 126791 我觉得9号码都挺好的 鼓朗顺风 因为这次他跑完 他叫名次近了 你不求他有什么进步 说真的还怎样进步 然后回到重化回来 我见他拍单跳 其实马还会一直有耐散 基本上这些东西 中了下来是没得改的了 我不知道麦利奥 右手边能不能够 或者那个姜诚操不操控得到 他不会耐散 或者将马跑到直线多些 但是他上季都还是一直 懂得可以跑得好 容易赢过马的马来的 因为这种马不是很强的 走的马真的又不多 红酒之堡 我预期鼓朗顺风会守好位 好玩奇兵都是 刚才你看到潘顿跳 其实左手比较多很多 一直挖着 不想让他跳那么快 挖着难道 可能真的潜藏好 你其他就刚才说过那几只 看看是不是范围里面 第二场赛事都研究过 休息一会